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央視隱匿關鍵細節 習近平上車前現微妙一幕 阿波羅網報導 現場曝光 氣氛緊張 習與馮德蘭 針鋒相對 盲眼龍婆2024年預言已中三個 三戰預言全球爬 觀眾朋友好 今天是5月5日 星期一 亞洲時間星期二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央視隱匿關鍵細節 習近平上車前現微妙一幕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5月6日 中共央視發布消息 稱中法歐領導人三方會晤結束後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蘭 將習近平送至上車處 中共央視從標題到內容 對於送至上車處均進行了強調 顯然是為了凸顯中共黨魁如何受到重視 但是在社交平臺X4上流傳的一則法廣視頻顯示 當馬克龍和馮德蘭與中共黨魁一起走到台階處時 馮德蘭停住了腳步 並與中共黨魁握手告別 而馬克龍則將其繼續送至車尾處 馮德蘭與馬克龍這一明顯的區別既微妙又重要 但是中共央視刻意迴避這一重要細節 凸顯出其作為中共宣傳機器如何糊弄中共國牆內 看不到這一視頻的民眾 馬克龍在X4上發布了他與中共黨魁握手的照片 並中文表示歡迎 在他的貼文下方 旅美文化學者吳祚來用中英雙語留言說 你為什麼喜歡大獨裁者 新聞調查同樣用中英法三種語言告訴馬克龍 你跪舔獨裁者的樣子真噁心 2017年大陸網站曾經報導 法國總統候選人馬克龍自稱毛主義者 近期拼引毛鄧語錄 文章引述法金社報導稱 同年3月2日 馬克龍在接手《巴黎人報》採訪時談到 我是毛主義者 此前一天 馬克龍在接手RTL電視臺採訪時 更是援引了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話 不管黑貓白貓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同年2月28日 在法國城市昂熱舉行的一次會議上 馬克龍更是多次語出驚人 他契機在法國眾多領域中實現文化大革命 不僅如此 馬克龍及其團隊更是將總統競選活動和民調分析稱作長征 現場曝光 氣氛緊張 習與馮德·萊恩針鋒相對 習近平星期16日前往法國總統府所在的愛麗社工 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 舉行三方會談 而中歐貿易糾紛和俄烏戰爭則成為雙方討論的兩大重點 美聯社引述馬克龍的話說 隨著歐洲關係面臨挑戰 我們正處於我們歷史的轉折點 我們大陸的未來將非常清楚地有賴於我們發展與中國平衡關係的能力 法國再次希望利用習近平的訪問 說服他運用他對莫斯科的影響力 為烏克蘭衝突的結束做出貢獻 雖然過去的希望都落空 韓國外國語大學東亞事務專家喬爾·阿特金森表示 馬克龍訪問中共國是秦剛接機 習近平訪巴黎是法國總理接機 落差反映習近平和馬克龍的關係和地位 中共大外宣星島報導 習近平在三方會晤中呼籲中 中歐堅持夥伴定位 開展戰略協作 不針對 不依附 也不受制於第三方 針對歐盟 正對中國電動車進行反補貼調查 習強調 中國新能源產業在開放競爭中練就了真本事 不存在所謂產能過剩 雙方應通過對話 妥善處理經貿摩擦 歐盟去年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補貼調查 馮德蘭及法國是主要的推動者 中央社報導 馮德蘭在約一個半小時的會談後 獨自向媒體發表聲明 他說 峰會第一個議題是地緣政治 三位領導人都同意歐洲與中國在全球和平及安全上有共享利益 而習近平曾在俄羅斯升高核武威脅時扮演重要的緩解角色 他相信習會持續這麼做 他與馬克龍也表達希望中共勿提供俄國致命武器 包括對居民兩用產品的支援 並重申此事在歐中關係上至關重要 馮德蘭指出 他針對經貿問題向習近平提出三件事 首先是中共政府補貼的產品 例如鋼鐵正在歐洲氾濫 並強調歐盟與七大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正在合作面對中國扭曲市場的問題 馮德蘭說 他相信歐中貿易不平衡的問題會改善 但歐盟同時也準備好在必要市充分運用貿易防備的政策工具 其次 三位領導人也討論歐盟與中國如何互惠進入彼此市場 他強調 歐盟市場仍舊開放並歡迎公平競爭 但無法接受造成歐洲去工業化的扭曲市場行為 馮德蘭並向習近平提到歐盟加強供應鏈韌性的措施 包括分散關鍵原物料的供應來源到其他地區 這是歐盟去風險化政策的一環 他在記者會結束時強調 中共若公平競爭 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但同時 歐盟為了保護自身經濟和安全 將不會再做出強硬決策時動搖 評論員昆倫分析說 法中 歐三方會談結束 法國和歐盟聯合一致與中共對談 歐盟主席宋半成 這非常有趣 顯示會談過程比較艱難 盲眼龍婆2024年預言已中三個 三戰預言全球爬 八八萬家是一位知名的預言家 雙眼失明的他 卻遇見許多未來的事 被人稱為盲眼龍婆 過去他曾嚴重911事件 英國脫歐等全球重大事件 臺灣《鏡周刊》報導 來自保加利亞的八八萬家 在1996年過世前進行了5000多次的預言 據說之後都一一實現 命中率高達85% 近日 人們重新關注其他的預言 發現已逝世的八八萬家對於2024年的預言已有三項實現 我們昨天報導 這三項包括英國經濟衰退 極端氣候和醫療領域的突破性發展 八八萬家也曾示警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到來 目前這個預言也引發外界憂慮 認為可能會成真 隨著伊朗和以色列衝突的逐漸升級 八八萬家也提醒恐怖的浪潮即將到來 還暗指一個未公開的大國 恐將加入戰局 外界有人猜測是指中共 此外 中東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越來越緊密 與英國 美國等西方國家和以色列形成對立陣線 使得外界感到十分憂心忡忡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萬分感謝朋友們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接在視頻的描述中再會 明天和《乾淨世界》報告 lim 字幕提供 一職人 尷尬 十多 泥